我来抓 你抓你能抓你咋着 坐坐坐 坐坐 看见了吧 咱娘俩留着命 谁也指望不上 你这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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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敢装病 现在我告诉你们家长 老师 他真的生病了 他刚才头上全热汗 脸色也不太好 我觉得不像是装的 啥事啊 对不起 妈 你先出去吧 我还学习呢 别人的考试卷 对 我太了解咱儿子的笔迹了 一看就知道不是他的 我就纳闷 他在那儿研究什么呢 不行 我得去问了 你还对 不是 老师我说你批评的对 我们这个小组 确实存在着很大问题 我看你们这小组啊 是有必要换人了 老师我同意 换吧 老师赶紧换吧 先坐下 老师 老师 你带带王小敏 我看你跟李静桐一组 李静桐成绩没啥动静 你自己还是下滑了 这哪行 陆老师 陆老师 我也反对坏人 我希望退出这个活动 更新制造的男神辅导 因为李静桐一个十五分的考卷 悄然落幕了 或许这就是他的命运吧 我根本改变不了 但我并不知道的是 我以为的落幕 在有的人心中 却并不一定是结束 是不是大伙他妈 嗯 我们常以前那业务员就 他说在公交车上 看见大伙他妈呢 还打招呼了 那招呼还是让你妈 跟我妈说一声呗 免得他整天这样 瞎盗了瞎操心 我还是跟你说实话吧 但是你可别出卖我 你出啥事了 我爸妈离婚了 我现在跟我妈 和我后爸一起生活 我妈前两天有事出差了 我不想跟我后爸 他们一起生活 我就跑出来了 我跟大家一起上学 真的很开心 我们一时半会儿还不想回去 你们就帮帮我吧 啥会儿跟你说妈呀 我哥你娘那么老吗 不是说你老 是说你成熟 稳重 有气质 你这么说我不就理解了吗 喂 哈喽 哈喽啊 五四大哥吧 我是李进步的妈咪 你好啊 你好你好 大花妈 一直想着跟你通过电话呢 我早该给你们打电话啦 哈喽啊 我是李进步的妈咪 你干啥啊 你鬼呀 你敢说 做我心虚啊 你好运气 都积攒到了一起 都积攒到了一起 为了迎娶你光尾呢 哎呀 我呀 一直想要个鬼女 多难实现的愿望 一不小心实现了 老天爷夸扎给我送你大鬼女了 你臭振夺的便宜呀 我说我 这往后啊 你跟小舟送妹了 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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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啥呢 哎呀 哎哎 好巧啊 想让我继续辅导你 是有条件的 你说